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手脚的 他想出去就出去了 想进来就进来了 就是这样子 每次考试的时候 他就是大名一千 就把卷子叫上去了 所以每次都是考零分 老师就说 那你要给他去做一下自力测试 他是五千个小孩里面 就是自力最差的 所以当时给到的结论就是 极度落支 对 这样子的话 就是当时就不能再继续在那个学校读书了 那么要么就是去读智障学校 我的概念当中 我觉得智障学校那些小孩 都是一些傻乎乎的小孩 那我儿子小时候长得特别漂亮 特别帅 我根本就不相信说 我这个小孩会是一个傻子 然后我也不愿意让他跟那些 看起来傻乎乎的小孩在一起 所以我就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我说我要辞职全程陪伴他 但他其实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毛病 是他有强迫症 强迫症 对 强迫症 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比方说喜欢一样东西 要怎么样就一定要得到他 固执 固执 非常的固执 他就特别喜欢张国荣 喜欢唱张国荣的歌 看张国荣的电影这些 那么就是2003年4月1号 那个时候张国荣跳楼自杀了 那我儿子就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 只要一到那个高层的地方 他说我可不可以往下跳 他其实是在2008年的时候 就是从三楼跳下来 跳下来过 跳下来过 跳下来就是当时就是两个脚 都是粉碎性骨折 所以就是他现在的脚 每个脚里面都是撑着一块钢板 每个脚上都有12颗钢钉 那个手术是做了七个半小时 对 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月 就这种病症导致人的行为 时常是不由自主的 对对对 他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需要时常有人看着 对对对 那孩子的父亲呢 不应该夫妻俩搭配着来 在他就是去检查的之前啊 我跟他父亲是因为感情不和 已经分开了 如果说在争夺抚养权的过程当中 如果双方都特别想要抚养权 而你为了要这个抚养权 要丧失掉自己优厚的工作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想过 他跟着父亲 他们家三代单传 他也不会吃苦 那索性就让他跟着他 何必你一个人这么辛苦呢 我其实从小是缺少母爱的一个小孩 因为我出生大概三天吧 就被我妈妈送掉了 把我送掉了之后 去领养了一个儿子 因为他们重男轻女 所以我当时就是 我长大了之后 就一直是这样想 如果我自己有一个小孩的话 我一定要对他非常非常的好 大概是所有有过被收养经历的女性 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的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 不能像我当年一样 对 是的 是的 这个这二十多年特别辛苦 对的 对的 上海所有的正常学校都不接受他 我那个时候大概是为了他找学校 跑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苏州的一个小镇上 有一个学校是愿意接受他 那你要陪他去苏州 对 那个时候把工作辞了 那个时候把工作辞了 可惜吗 对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那么多年来 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那么那个时候 就带着儿子读书的时候 早上我骑了一辆自行车 带他去送到学校之后 下课的时候我就进去 帮他一起补上我的功课 小孩子的成绩刚开始是零分 后来是第一次考了三分 后来呢是七分 十分 十七分 四十四分 他有一次考了六十分的时候 就所有的小朋友都 都我还刚到学校 他们就围过来说 哇 许圣洁今天考了六十分了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喜训 大家都很高兴 虽然说你辞掉了工作 丧失了大好前途 但你一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寻找自我 展现自己的价值 你的钢琴弹得很好 是吧 对的 对的 我觉得就是陪伴儿子成长的一个过程 也成就了我 我是特别喜欢钢琴 结果小时候一直想做钢琴老师 那我那个时候我看电视 我就在电视上在学钢琴 我儿子呢 那个时候写字 他的写字握笔是这样握的 干脆就带着他去学钢琴 看看能不能把他写字的知识给改过来 我发现他手腕要放松 放松放松 他对那个手势是有要求的 所以呢 我就想带着儿子去试试看学钢琴 那时候我大概是中巴车来回要坐两三个小时 去学钢琴 带着儿子 那我想既然这样的话 就是让儿子上一节课 我也上一节课 回来我就当他的陪练 儿子呢 大概是过了就两个礼拜 他的知识就改过来了 你现在钢琴是什么级别啊 我是一年考一级 在42岁的时候考出了10级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琴行了 但是我还没当老师 我是聘请的老师 后来我又花了三年 读了初级教师 中级教师 高级教师 所以我是到45岁的时候 成为了一名钢琴老师 他真是没闲着啊 我就在想象那种生活场景 然后两个人还像鼻子 不像母子 更像同学练钢琴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可能就是痛病快乐的 有幸福吗 幸福的 幸福在哪呢 幸福就是小孩有进步的时候 就特别幸福 特别高兴 那痛苦呢 我记得我游戏发烧 我真的是爬都爬不起来 我叫他给我倒一杯水 他很开心地说 妈妈你是不是快要死了 他说你死了我会害怕的 而不是说我走了他会难过 是这样子 哎呦我觉得那个时候 心很痛 我觉得一下子就觉得 哎呀我对这个小孩 可能就是所有的付出 都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他所指的痛苦 他没有说生活的压力 没有说生活的困苦 他说的痛苦是 让我感觉付出可能是无望的 六岁到如今二十九岁 二十三年 对 这二十三年你觉得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医生说我这小孩 只有五六岁的 智商的程度 我觉得他现在 应该不止五六岁 至少也有八到十岁 我把他的就是 智力发挥到了极致 我给他开了七场演唱会 到目前为止 他给他开了七场演唱会 就办演唱会很重要吗 其实办演唱会的话呢 只是我 我当时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一个念头而已 但是后来我发现 就是从第一场演唱会开始 儿子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跟他说 哇我们下一场演唱会 要唱一首什么歌 你就现在唱一下 表演一下 他马上就把自威力 集中到这个上面去了 你知道他获得了一些 什么成绩吗 钢琴时期都是小意思 中级心理词询师 还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我在同济大学 硕博联读 硕博联读 是什么专业 是企业管理专业 企业管理专业 我们掌声有请陈国荣 陈国荣 是你的心愿是吧 是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尽快完成儿子陈国荣 时常演唱会 好 谢谢 谢谢 陈国荣 你现在最想唱哪首歌 但愿能唱酒好吗 来 掌声欢迎 我欲藏风归去 为空穷楼云 高出不胜寒 喜悟龙心 何时在人心 何时在人心 转出个地 呼藏不眠 不应有恒 何时常相别 是愿 此时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久 千里共产 抱一下好吗 抱一下 好棒 第九场第十场 准备在哪儿办呢 那我们那儿有一个 专门办演奏会的 黄龙音乐节 要不我们先听听她 怎么说 好的 来 你是我见过最优雅 最了不起 最伟大的母亲 我愿意 就是代表我们 艺术年展组委会 代表我们这个 祥元凤凰集团 邀请你们 把陈国荣的第九场 和第十场演唱会 放到我们张家界 黄龙洞景区的 黄龙音乐厅 放到我们凤凰古城 编程剧场 好不好 陈国荣 好 这个太精实了 谢谢 来 赵小叶 我觉得特别 特别特别震撼 我其实我能有一点点 能够理解到您 因为我也曾经 是一个单身母亲 但是说实话 您面对的困难 那可能是我的 十倍百倍 然后您还取得 这么大的成就 我真的由衷地 敬佩您 哇 站起来给您 聚乐功 真的我太感 太感动了 谢谢 谢谢 那我很希望说 能够给到一些助力 那我们营朗文化呢 在你们的这个 演奏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与 前期的策划 执行 我希望让你们 在没有举办演奏会的 那些时光里面 都能够看到 当时那个精彩的瞬间 谢谢 谢谢 有什么样的母亲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 是一致 所以以至于 今天站在台前 所有人在看着你们 母子二人的时候 我相信眼中是没有怜悯的 而是只有佩服和尊重 好 再次祝福你们俩 期待你们 演奏会上精彩的表现 好 来 牵着妈妈的手 谢谢 这是一位让人敬佩的妈妈 虽然儿子患病 虽然历经磨难 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孩子 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也没有放弃自我的成长 愿她的心愿能够早日实现 愿笑容永远洋溢溢